我送上来的就是托克 很合乎我们 广州人吃饭的程序 10元而已 全熟鸡 够滑 真的挺好 它是可以 已经吃了一半了 连个豪诺都准备上来 才发现原来还有一个餐牌 真的 这边有煲仔菜 又有凉拌 又有竹 还有炒牛 和味炒沙甲都有 是有的 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位置 就是鱼耳坊地铁站上边 今天这集影片 就因应一位观众的要求 过来这边拍摄 她曾经住过的地方 刚好今天又是星期五 我当然约她的老婆 出来吃晚饭 我们先完成第一个环市 话说现在是下午的四点钟 我们要去第一个地方 就叫楼庆大街 楼庆新横街 大概一个方位就在前边转左 就能到的了 没错了 非常记得就是前边的路口转进去的 话说我都其实经常会过来这边拍摄的 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多宝路 这么快我们就进来了 我们正前方这个士多店买汽水的 是2号 观众想找是3号和6号 在我后边这里 按道理就应该是3号 究竟是往前走 拆了 还是什么原因 当然走完再说 因为在这个角度看完 这条街都不算很长 至于在镜头正前方 其实就是荔湾区教育局 看看前边找不找到我要找的地方 我相信应该不算太难 不得不提前边大家都看到 整个荔湾区都在整路 这里当然也不例外 不过看上去工程似乎应该差不多完结 还有我还没找到门牌 究竟先看看 这里是6号和4号 我还没找到1号 6号已经找到了 看看我能不能进去 可以 就是这里了 它是一个屋里面 有很多住户 和用一个 应该怎么说 一个门口的 进来这里 看不到门牌 还有我看不到有保安叔叔守住 这里写着是4号由始晋 我猜猜6号应该在前边吧 这里 还是这里已经是6号 反而6号我又看不到门牌 都挺细腻的 全部重新翻新过 因为门口那里写着是4号 6号都是在这里 4号在那里转过去 我猜猜应该是6号吧 至少完成了这位观众一半的要求 这里是重新翻新过的 游过外墙的 楼梯级都铺过瓷砖的 比我想象中要舒服的 至于4号这边 我就不许 没错了 证实到 这里写着6号 至于4号那边是停车场 这么快我们完成了第一个地方 我们找到1号 老实说 我觉得1号又真的未必找到 因为1号的话 会不会在我左手边的教局呢 我看见前边写着 西关培英中学西校区 就是这里写着 我猜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放暑假 那些学校如果要 就是在这里 如果要装修 翻新工程 就绝对是等放暑假的 尤其是暑假 当然是寒假的工人 是会放假回家的 这里就是 刘庆新环街3号 3号 6号 我们都找得到 看来也挺幸运的 观众还有很多要求的 他说 再走出去往沙大道 看看市一中到重贵路的一段 没问题 很容易的 我们现在在前边 转左 出去市一中 还有他说了几个地址 比如说 铁二小铁三中 就是现在的培英西校区 应该是我们刚才后面那里 还有29中 应该是培英中学 我猜应该是回到 昌华院门口那里 是在前面往右转的方向 我就暂时不过去那边 因为那里是会转远了很多 我们先出去往沙大道那里再说 我们再看看这里的屋 真是很旧 那些窗戏 这里进去不是4号 应该是前边的小铁 甚至乎有些外墙 还是那种旧的排污管 可能没有用 但它没有拆到 观众说以前是铁路的宿舍 我当然不懂 就是这样 包括这一边都是 你看那些外墙 黄色的 应该都是重新翻身过 但不是近这几年的事 总共一二三四 只有四层楼高 还有楼上还是雅顶的 所以回到西关 就多东西看 其实我认为 这里已经算是西关 好 那我们过去 在镜头的正前方 对面马路 就是鱼耳方地铁站 它是属于六号线 由于附近做工程 可能它将会变成 一个大型的地铁站 所以附近很多地方都在整路 至于上面的人行天桥 都不是人行天桥 是车行天桥 就是内环路 至于我们要去的 广州市第一中学 就在前面 应该很容易找这位观众 他写得很详细 我最喜欢这一种观众 每一个地方 他都和我铺牌好 究竟如何走 非常好 讲讲历史 我读初中的时候 都已经听过一中的大名 但是它现在分了两个校区 我不记得从何时开始 是这样做的 因为在珠江桥中 亦都有它的分校区 那边现在属于高中部 至于我们现在去这里 是属于初中部 再走过这辆货车 挡住就已经看得到 就是前面这个位置 它有点挡住 而且在这里转过去 我不记得很清楚了 是不是可以去得到 昌华大街 可能我记错的 完全凭印象 快点去看看 不得不提的就是 现在学校是在放暑假的 可能会有少量 不是的 这里都是高中部 初中都不排除有这个 可能他们会有同学 回来温书 因为再迟些 他们就要考试了 这里就是 如果我刚才继续走的话 可能就在这里出回来 没错了 就是这里了 我暂时看不到同学 是回来的 或者又不出奇 在里面的课室里 一中的环境就非常之好 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足球场 好像他们还有一个游泳场 但我真的不记得在哪边 前面就是学校的门口 如果去到要上学的时段 有些低年级班的同学 他们就已经放学了 其实如果选在那些时候来拍摄 其实并不太好 初中都还好一点 就到了 我们不能进去都离远 看看有同学走出来的 不过可能是老师都不出奇 现在的学校已经很先进了 要拍卡才能进去 不是说我喜欢走进去 因为那些家长 是要知道 小朋友是否正常回学了 又有保安叔叔的 原来广州市第一中学 支撑于1928 好 我们又完成第二个地区 最后我会回到重贵路的方向 会合老婆 其实有个地方我还想去 不知道是否说 因为老婆正在过来的路上 让我看看 观众说的是铁二小和铁三中 铁二小我真的没有办法 算我无能为力了 应该都改了名字了 再往前走一点 就已经是往沙后道 就是前边这个位置了 我会回去重贵路那边的 一路走一路讲 你看 这是后门 一路走一路讲 又跟大家讲讲故事 我刚才坐地铁过来的 动物公园 动物园 坐地铁五号线 转六号线 一路转转转转过来 哇 超级多人 因为现在放暑假 很多爸爸妈妈 带着小朋友去玩 地铁超级多人 如果换着平时 要上班的日子 这个时段 是不会有那么多人的 老实说 我都不需要遮遮掩掩授收收买卖 事实上现在很多经济数据 看到都是真是很差的 很差 但是不知为什么 广州一样有这么多人 过来旅行游玩 真是厉害 尤其是动物公园才是 四点多钟 已经要人流管制 他们那些 那些爸爸妈妈 和小朋友 在动物公园 玩完出来 再去其他地方 或者去酒店 小朋友玩得累 爸爸抱着 儿子在爸爸肩膀里睡觉 很温馨 在这里 已经是逢来路了 往沙头道前面 转过去的 我们在这里走回去 就不走外边马路了 还有一个推介给大家的 应该在大概这个位置 即是去到 往沙海市场走过 大概五六分钟 对面马路 我说的是 有一个铁路博物馆 是很值得参观的 不如这样吧 既然都来到了 我们又去门口看看 入就一定不会进去的 因为 太保物馆是需要用时的 为什么我想过去呢 因为观众说 他们以前是 铁路的指令 铁路的直弓 那会不会回到来 又想去参观一下呢 肯定是给我要懂的 肯定是给我看见 会有情怀的 带大家过去看 好了 大概位置在哪裏呢? 在這裏就是廣州市第一中學 在我的左手邊就是口腔醫院 我忘記以前叫什麼口腔醫院 現在叫廣州醫科大學附屬口腔醫院 至於博物館就在前方往左轉 然後如果最佳的交通路線就在先頭我出來 如以坊地鐵站那裏走過來就可以了 有沒有一種可能就是以前的火車站不足為奇 至於叫什麼火車站呢? 我當然是不知道 只是斷估會不會叫廣州西站 按地理位置就應該是這樣編排的 就在這裏進去了 其實在這個方向一直往前走 可能已經是珠江河邊 再過去對面應該是坦美島 如果我沒有搞錯的話 在這裏也有很多很厲害的樓盤 比如面前這些和這些都是樓盤 還要不便宜那種 沒錯就是這裏 現在它叫廣州鐵路博物館 跟其他公立的博物館一樣 免費的 不過都是星期一閉館休息的 大家如果想回來這裏遊玩 千萬不要像我去東莞那樣 那些時間錯了 因為老婆在等著我 所以今天我就不作參觀了 留待各位觀眾 將來回來看 在這裏見到有綠皮火車 還有那種舊式的電氣化火車 又或者這裏有一個車廂擺在這裏 它已經是這一種 半開放式有戶外見到車廂的展館 在這裏進去 就已經是室內的展館 來到這裏中數 就已經停止觀眾進去參觀了 來這裏參觀最好的辦法 當然是招待 我走了 怎樣來這裏 如果你在三面島遊玩的話 可以在文化公園地鐵站 坐地鐵6號線 去到魚耳坊地鐵站 任何一個出口 因為魚耳坊地鐵站 只有一邊的出口 就是近這面馬路 然後再往往沙方向走過去 這樣就可以了 在這裏走過去往沙 吃海鮮又方便 當你參觀完之後 不想又再坐地鐵 其實走過去都不是很遠 不過這條路就不算很好走 看天氣 如果天氣是比較涼爽的 可以走 如果是覺得很危局 很熱、很曬 大家看到 這裏是沒有任何樹蔭的 那就坐地鐵 其實都是一樣的 至於現在 我就回去回合她老婆 去到再跟大家慢慢說 好了 我們又回合了 今天去哪裏吃飯 就是李伯伯 去往沙大道那間 我剛才經過那裏門口 商場裏面不太好 選擇並不多 我們都會選擇老字號 不過商場裏面超級多人 那些電梯壞了 坐手扶椅子上來 挺恐怖的 我們面前這裏就是和平西路 往那個方向走嗎 不是往往沙的方向走嗎 你說事前邊轉左應該是重貴路 是嗎 之前我的影片經常都會說 但凡人過得來臨灣區 除非不說 說得的都是一定說 整個臨灣區都是正緊路的 包括方村都是 你看前邊又有頭 又有一部泥頭車在這裏 但凡這些泥頭車 在西關那些小路 不是泥頭車 行南去 很恐怖的 還有剛才都說過了 坐地鐵過來很多人 現在已經是6點18分了 大家看看多少遊客 哎呀遊客啊 廣州真是這麼熱 都這麼多遊客 在這裏是可以過得到 去永慶坊的 在哪個方向 好像轉右 我都不太記得了 是 路名可以不用 不是很理會的 其實最重要是認住西城都會 你就大概知道地鐵站在那裏 哇你看多人 那裏是永慶坊 這裏是很近的 在黃沙地站出來 穿過一點點 過得到去 是很近的 是很方便的 然後我們在這裏方向 過去鳳來路 過去黃沙後道那裏 吃東西 大家看看 我先跟我說遊客多 真的不是騙人的 有一輪遊客走了 我先說整個禮灣區都在製造 都不是騙人的 我小學門口 製造成這樣 這裏是尖天右小學 然後會不會是 觀眾之前曾經說過 鐵路三小 我忘記了 那裏 還有尖天右小學後面 其實是會有 尖天右故居紀念館的 之前我曾經來過一次 想進去看 當時 不知道是時間不對 還是它是 維護中 裝修中 沒有開放到 所以不要考慮參觀博物館 這裏還有大名鼎鼎的中行雞煲 現在天氣這麼嚴熱 我想都應該不會了吧 如果到秋糧時分 和這條路做好 它應該會很好生意 老婆接了 兜兜轉轉 我們又回來 往沙後道 就是買文具 那條街那裏 老婆說了很多 她說 以前買文具的哪裏 魚丸 和隔身路 是的 魚丸 魚丸 那兩個字 就是以前一隊 香港球隊的 球隊的名字 正正就是那兩個字 這裏是甚麼學校 這裏 先頭我們經過 一宗就是觀眾說 要找個地方 這裏就是一宗的外國語校 即是實驗學校 沒錯 馮來路三號 跟一宗是不同的 應該是老師 外語 不是 在另外那邊 這隻貓 還有一隻貓 老婆發奇想 想過來看看這裡的文具 懷念一下 這裏為何有那麼多文具呢 例如荔灣區 或者月秀人民路 那些是很多批發市場的 除了我們經常說的服裝 眼鏡 甚至乎水產 文具 對呀 還有甚麼 很多 這邊都可以找到批發市場 現在這個時段 當然是已經差不多休息了 但也要出貨 有時候 如果他們的貨物很重 可能會等到晚上才出 但路邊全部停滿貨車 就像這裏一樣 又有一步 前邊更多貨車 在前邊旺阻 批發價 不會是一本一本的賣 沒有一本一本的賣 一搭 然後又買那些遊戲機 很便宜 十幾元一個遊戲機 現在還有沒有賣 有 現在可能沒有了 不經常玩了 進去繞一下 反正有冷氣 進去繞一下 繞個圈而已 是吧 這裏是星之光 民體相承 星之光 大家不知道是甚麼 即是海引電器城的星之光 這裏甚麼都可以賣的 而且不是那些很專業的花市場 起碼我們看得出是認識的 又有這些公文袋 又有前面這些顏色筆 又有畫畫的 孫子 其實應該都有零售 只不過是貴一點的 甚麼呢 一搭 喔 看看 這些是 一搭 那就是有數量 又有無筆賣 有大筆賣 現在沒有了 拆掉了 交換了這個 這裏是特別便宜的 帶了一個可以單買的 我們那時是小時候 博書年來 就在這兩個地方 賣物 有幾家 老婆不停在说 以前我们不是他们 我们这个年代就要来这些地方买文具 现在的小朋友 我们女儿那一代是上网买的 或者学校门口那些小事多 上网多 上网又便宜 选择多 又不用出街 连女儿都已经是网购了 尤其在哪里买得最多的一只拼多多 连淘宝都厌贵 拼多多才便宜 很多人都害怕 这里全部都是文具土 全部都是货车 民体市场 批发市场 在那装货 外边就是往沙大道 我经常跟大家说 来到西关游玩 你认不住这栋楼 就一定不会认错路 这里就是西城都会 领展广场 也是往沙地铁站 在那裏走过去 永芳也可以 走过去 海鲜市场也可以 走过去 沙面岛也可以 最好认的了 甚至海外观众回到这里 买文具也行 应该没有人会这样买的 不过这样 去到差不多农历新年的时候 面前这些店铺 全部都是挂满那些 灰春 那些红色的对链 或者是挂力都有 好 好了 那该铁铁看完了 我们现在去吃晚饭 就在前边的天桥底 那裏有间餐厅 是不是打算去那裏 先头走到这里的时候 大概是4.3个字左右 一小时30分钟过去 现在已经大塞车了 通常 我们判断一个城市的经济好不好 只是看几个因素 我们平民百姓看到的 就是会不会塞车 疫情的时候 这条路挺好走 但现在是塞车 其实广州的经济 都挺有活力 第二个因素是看用电 这些数据我们看不到 第三个是看游客多不多 刚才大家看到游客多到鬼 都是一件好事 平时如果我们开车回家 好像是经过这条路 对吧 是呀 广州火车站 对呀 我们就是经过这条路 外边那一层 上内环回家 我们这么快找到位 当然因为够早 现在六点都未够 迎福酒隔 又来到眼花缭练独餐牌时间 首先一看的样子 就知道是老字号 传统粤赛 首创陈皮烧我特价 是二十九元九一例 还有鸡 都是白切零丝鸡 二十九元九 半只 另外呢 我就想喝一碗汤 是一碗汤 雞骨草猪蚊 十九元一位 但是如果她说 特价 你不能喝一碗汤 那就不要汤 是的 就不汤 不汤 除此之外 竟然还有很多咖喱菜 咖喱菜 我们未必 如果女儿有来 这个好 超排咖喱海鲜大集 咖喱鸡 四十八元 先看看 将餐牌揭过来 这里 就是一些传统粤菜 鹽焗鹅掌翼 六十八元 揽菜肉 碎四季豆 三十八元 梁瓜牛肉 四十五元 蚝仔肉也好 四十二元 蒸鱼 蒸鱼 六十八元 因为这里近黄沙海鲜市场 其实它们的海鲜 其实都挺好的 尖椒炒扇片 七十八元 这个就稍为贵一点 先头老婆说 这个我觉得就不必 小炒黄 虎皮尖椒三十三元 香鲜黄花鱼 四十二元 都是有的 咕噜肉 但它写得坏 就不得制 里面一大块肥猪肉 对 好像没有果汁猪肉 不得不提 其实如果吃得够 可以过去黄沙海鲜市场 买些海鲜 来这里加工 都是可以的 甚至乎它们还有鱼生吃的 但我们就不太喜欢 我们不喜欢 总有喜欢的人 瘦身幻鱼生 二十六元 八毫一斤 它断斤秤 就不可以说 我只是吃二十五元 八毫不是这样的 一斤 一条鱼秤完 有五斤 那便付钱 配料这些全部都是齐 我们吃鸡还是烧鵝 你选 我选 我选 石鸡 不吃烧鵝 早几天才吃烧鵝 你选 好吗 好吗 要个汤 如果它给点的话 要点个猴鹿 好吗 你点 一于这样说 就这样决定 还有这个 手打虾饼 九元一只 不吃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也是 蒜蓉白贝精 圣瓜 三十三 有菜 好像这个 也好些 这个 一个送上来的 就是托 很合乎我们 廣州人吃饭的 程序 十元 十元 鸡骨草 龙骨 应该是 十元 十元 这些就不是圆中椅 都是托进去 是圆中椅 是不是圆中椅 是圆中椅 是吗 是吗 是的 你不是圆中椅 他没有意见 是的 就是现在那些 他整理好材料 在碗里面 然后等到蒸笼 或者水里面 那些椅子 我都不知道 人家怎样等 刚才我们去 加什么 就是圆中椅 哦 他叫人家收你这样的钱 是 是 很冷 而且 也不少 这个 是 是 很够味 是圆中椅 绝对不是 那些 不原 真的有 不原 很够味 不知道是否圆中椅 先去调一下 这些鸡鸡 嗯 很好味 都挺多 肉 有 都不少 嗯 嗯 汤还在喝的时候 白切鸡也送来了 还有 姜葱煮得挺细腻 不得不提 就是 外边就是 黄沙大道 这些老字好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 可能真的不接近 很多餐厅的地方 所以客人并不太多 远离了黄沙少少 游客就基本上不懂这里了 嗯 很少人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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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都是老广州 吃惯吃熟老吃客 刚刚喝完一口靓汤 试试鸡 我试试鸡 我试这些 我最喜欢吃这部位 老婆说过 她刚才试过味 她说姜葱很好 我真的要试真一点 她姜多葱少 还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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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葱多 有些师傅做得不太 什么 老婆说得对 葱放得很久 会臭痴 因为姜葱 你不会下落单才做 当然是做好的 是吧 油真的挺好的 姜葱好吃 是的 雖然是特价 骨头也挺硬 好 都漂亮 试试这一块 不得不提 她们是全熟的 就是那句 全熟鸡 够滑 真的挺好的 她是可以的 老婆说要用姜葱拌饭 试试这一块 鲜头那一块 你说真的 画到鸡腿 要这样骗你 那是鸡胸 试试鸡腿 试试鸡腿 好像说是圆山鸡 好滑 全熟 特价 29元半只 真的去龙津浩市场 特价的价钱 所以在广州做饮食物 很好吃 顾自然 真的要有一两道特价 招来顾客 这样才能够 哇 这么大的丝瓜 这些就是送饭菜 第二道送上来 丝瓜蒸白贝 好像也是二十多元 白贝蒸丝瓜 33元 很合理 她是一个很喜欢吃丝瓜的人 有时候不可能整天吃海鲜 用蒜蓉铺在丝瓜上 蒸 很好吃 现在加上背贝 应该更好吃 好吃 够鲜 先试一下丝瓜 像我这些这么懒的人 自己做这道菜 丝瓜皮 就会批得不太好 这些完全不会缺候 一点一点都会批得干干净净的 其他老街坊走过 具体看到 已经口水流了 说要吃一份 游客不懂来这里 嗯 这个年轻在这里吃 嗯 都不懂 真的做得挺好 可能真的近海鲜市场 一辈都可以 果然不错 这个呢 慢慢享受 该讲的也都讲完了 真的做得挺好 这些丝瓜也够大 接下来我想试试这一块 一定要点够些姜葱 比加葱 还好吃 然后当然用来送饭 嗯 前头我们在门口经过 看到他们说 晚上会有烧烤的 咦 还在开档 我们就得适合时间 可以打巴一份给女儿吃 都可以 果然骨也有味 挺好 我们已经吃了一半了 连个豪洛都准备上来 才发现 原来还有一个餐牌 哈 真是 这边有 有煲仔菜 又有凉拌 又有竹 还有炒牛 和味炒沙甲都有 我们可能会点一份 给女儿吃一下 柠檬秋刀鱼 12元一条 还有烤连糕也有 烤田鸡也有 烤猪鱼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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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厉害 烤薰牛肉也有 好特别 至于这个猪鱼也送上来 先吃完 可能未必吃得完 这样的份 打包给女儿 女儿都未必吃得完 试一下 有刀叉 好热 好热 等我切开 这边是什么 这个我看不出来 试一下 这个生蚝不像我们传统理解那些 去到潮山那种 但看上去好像都好吃 很脆 好像饼干 有蚝味 有蚝味 好香 好浓的蚝味 其实如果不是 都说要传统 又有那些 番薯粉 薯粉那些 其实挺好吃的 够脆的 他用这个锅上 好像是煎完再烤一下 我们下班的时候 问过部长姐姐 她说 我们问她是哪种蚝 她说是珍珠蚝 我们可以接受到 是小粒 份量少 没问题的 真没问题的 但一定要是这种蚝 就不是那种黄色 那种根本就不是生蚝 那个根本是贝 而且是不漂亮的 我说它是蚝 很清楚 吃到那些 百元只 我说是 你也不相信 但刚好 蚝都很新鲜 而且这种做法真的很特别 好像饼干不脆 很脆 不要理它全不传统 怎样样 好吃 有少少少 小时候吃的 煎蝦饼 不过小一点 蝦堆 应该叫做 像那种 很脆 这种是最脆的 有这样的份量 我想烧烤也不用叫 还有女儿一定会喜欢这一道 还有这一道 她也喜欢 知道我漂亮吗 我看不到 不过在这里挂着我 我看到 应该是挺好的 我们又吃饱饱了 最终埋单是127元 今天是好日子 8月18日 这个粤菜餐厅是很值得来的 差一点 就是菜式不算多 很多那种 而且真的来地铁站 远了一点 但如果是老广州 其实懂得走的 比如我现在站在这里 就是一宗的后门 然后还被她发现有两只猫 她还准备喂猫吃鸡 黑猫 很漂亮 这只黑猫 好了 今集影片也到这里为止 因为天到黑了 各位观众下集见 拜拜 如果大家觉得 我觉得有的 记得给我按赞 拜拜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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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